月谈天后荣祖儿3月14日晚现身香港中环出席活动 说到日前他在回应记者提问 有关新歌Pretty Crazy的合作伙伴 刚刚退出寒流天团Big Band的成员胜利 因为连串的丑闻退出演艺圈以及被调查的事件 荣祖儿居然表示希望胜利很快没事 引起巨大的争议 之后荣祖儿在个人社交账号中 亲自回应事件 表明绝对不接受 不认同 不支持任何不合法不道德的行为 但是荣祖儿也承认 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胜利事件的严重性 我也是很坦白的说 其实在这个合作上我是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音乐 应该是与四人的生活分开 我们一个论歌真的是一首不错的作品 然后其他的我真的没有时间很深入的去了解 因为我工作每天排得很满 然后也因为那个新闻出来之后 发觉可能有些事情我忽略了 那我再次澄清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立场 我也觉得这个是必要的 但是我也不会觉得很困扰 也不会觉得就是 让观众可能会让观众担心了 所以我就是希望可以讲了之后 大家可以安心一点 另外荣祖儿将和好友关志兵一起去北海道拍摄特集 之后便专注八月演唱会的准备工作 早前才跟好姐妹阿萨从北海道旅游回来的祖儿 笑称这次到北海道要被迫学习滑雪 但自己有点害怕 因为滑雪容易受伤 现在要保护好身体 受不起伤害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